因为美国我最早来讲 美国的孩子应该是非常天真无险的 没有顾忌的 现在这一批孩子 完全知道什么该说 什么不该说 尤其在这个性取向方面 在这个种族层面上 他们已经能够自己 就是自己编辑自己了 这个才是十几岁的孩子 你想这些人将来进入社会 进入什么 他们这个生活实际上是两面的生活 一个是在家里的kitchen table里说的话 一个是在办公室 在公共场合下说的话 所以这个国家就变成什么呢 本来是一个年轻人的这种 这个这个这个形象 就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 充满这个生命力的一些国家 没有禁忌的国家 变成一个老气横修 每天要很累啊 其实做一个左派是很累的 因为他很难去平和自己 他外头要做出一个样子来 原来我不一直说嘛 做个左派是需要很高的这个胸怀才能做的 因为你知道不是 你是达不到的 因为这个社会不是说 你提倡什么 你想要一个什么结果 他就能达到什么结果 往往是你最后的intention 就是你的意愿和结果是 对 因为外在影响的因素太多 对 而且他还禁锢你的思想自由吧 然后现在的孩子好像都在温室里哄着长大的 从小就是你只要去踢足球 你只要在球赛里面 你就可以有一个奖品 就是说参与奖 那个小孩子永远就是我最棒 有最棒的 但是现在搞政治正确 就是说动不动就是 我被冒犯了 你说这个话我被冒犯了 我就先想到 现在孩子现在动不动就是 You hurt my feelings 对吗 玻璃心 对不对 你这个不行 你要是伤及别人的感情 你这样说要伤别人的感情 现在一个个的孩子 我就想到我看了一个话 说的挺好的 说你看二战的时候 诺曼底登陆那些士兵 也就是现在大学的孩子这些年龄 20岁不到或者刚出头 对吗 人家在诺曼底的沙滩上 冲着敌人的炮火 可以冒死 就是说向死而生的往前冲 这种勇气 你说现在里的大学孩子都是 哎呀你说一句话 我被冒犯了 我被那个什么 我要去看心理医生了 你说这样的孩子养出来的 以后还有什么大的勇气 去经历生活的挑战 有时候歌里叫做Brave 这个气质 或者这个民族的特质 在逐渐消亡 主要消亡的原因是来自于学校 现在培养出来的 我都不知道培养出来的是什么人 就是说我有的时候还是挺感动的 我给你举个例子 我当时送我孩子去这个summer camp的时候 看到老美的小孩背着大包 在那个太阳底下走 然后那个就是大太阳的华人都把孩子弄到室内 怕晒着 我看到老美的孩子 我一看到孩子基本上到家里都是一定是保守主义家庭出身的 送到外头去 那个就晒的那样子 这个才是国家的一个 就是说男孩像个男孩的样子 女孩像个女孩的样子 这是我们华人说的 你要像个字 这是真正不正确 不是 这是人知 这是根本 教育的根本 你要培养 我们现在所有都中性了 我们都不能说是chairman了 主席这个词要改了 chairperson 就所有的语言都要改 vocabulary都要改 语言都改掉了 然后文化呢就不能说了 cancel culture 所有的文化 所有的历史 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冲写 你想这个 可以养出来什么样的孩子 就是说我们有的人说 有的人说 你看现在孩子都有同情心 错 他现在太多的同情心 他没有 不是 他太多的同情心 他没有责任心 你知道吧 就是一个社会最大的问题 就是你要负责 你要为你的行为负责 你知道吧 这个是很重要 现在大家是什么 烂情 每个人在显示自己的这种博爱 这个社会不需要那么多的博爱 这个需要自爱 其实这个博爱 它在降低了人的 这个 它的集体的抵抗力 对 它会越来越虚弱 它会越来越虚弱 然后你今天给他 给他一分的博爱 他感觉到很幸福 以后你会给他十分 他都感觉不到 是吧 他这个机体 然后就慢慢再衰退 慢慢再衰退 衰退到一定程度 醒悟了 你想再重新再焕发出来 他的生命力 那可能已经晚了 他培养的 培养的这个脱节 美国的现实社会 实际上很残酷的 美国老板会说 在乎你的什么 feeling 是吧 你不行就走人吧 对不对 但是 public school 採用的人都是什么呢 玻璃心 所以这孩子到了 这个真正职场的时候 他胜不了 他也不知道这个现实 美国是实际上 现在美国的情况是 商业领域呢 它还是free market 还是自由资本主义 也是竞争的 比较血腥的这种体势 但他这个教育层面的 已经变成了一个 和他这个经济体制 不一致的 最后来会造成一些 很大的社会问题 学校园之后 他马上又会面临的一个 思想的全面的一个改变 对 因为我在国内公司 就是经常接收过来的 大学毕业生 然后到公司来 他有一年的时间 是一个痛苦的转变期 思想的转变期 他和学校教的是不一样的 到了企业 我马上感觉到 这个血腥面就出来了 优胜劣汰就出来了 然后不相信眼泪了 不相信眼泪了 然后你试着生存了 你有这个能力来赚这个钱 我会给你多多的钱 你没这个能力 你可能一个月 就是2000人民币 或者1000人民币 他可能拿到8000 拿到1万 你不要去嫉妒他 然后你要收拾好你的心理 然后你努力的向他去学习 如果你这个心理收拾好了 努力向他去学习 你可能一下子就适应了 这个社会的发展 其实有许多时候 你说是残酷吧 它某种层面上 如果这个社会 没有这个残酷的 没有这种竞争 没有这种让你不断的受伤 这个过程 你如何成长 对 你成长不起来 对 你这个社会也没法去发展 对吧 就相当于 咱们那个战争年代 战争年代的哪一个人 只要从战场上回来的 各个都是条汉子 现在在这社会上 再找到这样的人 可能不太多了 为什么 就是关爱可能太多 关爱可能太多 不一定是坏事情 可能是社会是在进步 但是呢 如果要是你摒弃掉了 那样一个相对的 那个良好的一个良性的 那个竞争的氛围和环境的话 那这个社会会逐渐的衰落 会逐渐的衰落下来 我还想补充一下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些 比如说我们对LGBT啊 这些关怀对吗 就是少数族的这种关怀 我觉得像David说 以前的这种人文关怀 是一种修养 但是现在这种关怀已经过了 我觉得现在民主党的这一套啊 我觉得它就是非常倾向于 这种极少数的人 你说AGBT吧 毕竟你在总的人口里面 你是占少数的对吗 我觉得我少数的人 我很尊重你 我给你生活的空间 但是你不能说 就是因为你自己的男女之间的 你自己就是说 有跟正常 不是说正常 跟大多数的人不一样 你就说我现在 大家都不要讲男女了 我连正常人 我想把男女分分清楚的人 我都没有这个权利 所以这就是拿着 打着关怀少数人的这种 对 关怀少数人 尊重少数人权利的旗号 来剥夺了大多数人的权利 实际上战后 就是美国战后 这六七十年代的这种 政治正确的这种宣扬啊 教育 学校里的教育呢 再加上美国人天生的这种 赋予同情心 还有这种康海的精神呢 其实也营造了这个环境 就是说很多人心里实际上是 有有有疑问的 甚至是反对的 但是呢 出于礼貌 出于这个社会的责任 或者出于这种社会的这种 呃 他们经常不说 所以也就纵容了这些东西呢 继续往极端发展啊 你想在中国这个社会里头 是出不来这种现象的 因为很多人会马上就给他堵住啊 因为中国的价值观 他是不可接受这个东西啊 在俄国上这种国 他不可接受的啊 美国人呢 你说美国人是 咱们都在美国接触 就是你个体的美国人 你在个人交往的时候 你发现他 他会给你很大的空间 对不对 他会 他不会是暂停节节说 no 他基本上说 还承认你 所以美国社会走到现在 很大程度上是 一个他过于的同情心造成的 同情心是个好事情啊 是绝对 咱们不能说 因为我们实际上少数人在美国 之所以 这个种族地位刚刚听到 也和这个民权 平权和同情心有关 对不对 我们是受益者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滥用同情心的结果 就刚才你讲的 滥用同情心实际上就毁掉 下一代 我觉得作为华人的话 要能够从这个里边解脱出来 要做到几点 第一是你如果是有保守党的这个赞同保守 保守主义这个理念的话 那你就要把这个理念好好给你孩子灌输 让他在十几岁的时候 十几岁 十二三岁 十三四岁的时候 就有这样子一个概念 就是说是保守主义是对了 你政治正确啊 什么这一套都是不对的 因为任何东西都是可以讨论的 对不对 你没有谁说的 我这就正确 你那个就不正确 这保守理念 所以到时候你把孩子送到大学里的时候 他已经有这个免疫力了 这样在大学里边可以 另外一方面呢 我觉得是华人要团结起来 尤其是有大家都赞同保守理念的这些华人 要团结起来 不能说我孩子能够上了哈佛 那我不管你们怎么样 能把华人在这个政治层面上团结起来 那就是说 我就还是那句话 就是说华人的传统和保守主义的传统是非常吻合的 重视家庭价值 重视选择 奖励这个叫什么自律 这个是我们华人的之所以在全世界各地能生存下去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品质就是吃苦耐劳 这是我们在 而且我们现在下一代比我们这一代要好 这是绝对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最优良的传统 就是说说到家教呢 我们看到川普总统 你觉得他以前好像给人一种花花公子啊 就是这种啊 那个一个商人 其实他非常管 对自己的孩子他也管教很严的 他对自己的孩子有三条戒律啊 叫 就是说不许吸毒不许喝酒 然后还是不许抽烟 然后他对自己呢 因为他自己的哥哥不是那个酗酒死了嘛 然后他自己 你自己也是滴酒不沾 所以他对自己 因为我对他自己的私生活我也不太了解对吗 但是你从这一点上你就可以看到 他对自己也是一个约束很强的一个人 他能说做到那么多的啊 那个谎仇交错的那种应酬 他可以做到滴酒不沾 这也是一个很自律的一个人 然后他对自己的孩子也是管教很严的 所以他现在那几个孩子都是在帮他 等于是管理国家嘛 也个个非常优秀 那到了这之后 我们现在面临的现在左派比较非常猖獗的 这么一个学校的 这么教育的这么个系统里头 所以我们现在能做到的 就是说在2020大选里头 我们要使用自己 你可以不太懂这个政治哲学什么 但是你知道你的下一代的这个命运 在什么地方 讲到这儿 然后我呢 就是用这个一个叫一个总结吧 就是说咱们知道保守主义 这个其中有一个芝加科学派的经济学家 叫叫Milton Freeman 就是叫弗里曼啊 他是这个诺贝尔这个经济学的获向者 也是说这就是说 就保守主义经济学的这么一个非常就是近代 非常出名的这么一个人 那么他说了一句话呢 就是当然不是说说教委 他就这么说 他说one of the great mistake is to judge policy and the program by their intention rather than the result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最大的错误之一呢 是根据政策和计划的这个意图 而不是用结果来判断政策和计划 就是说 左派或者liberal的intention 我不能签 我不能去就是妄议他的intention 就他的意图 他的意图还是要把这个建立一个和谐社会 是不是 原物和谤 但是他最后的结果就我刚才讲的 一定是一地鸡毛 因为这个是违反人的本性的东西 就是说很多光荣这种大的道理 最终的他是一个乌托邦 实现不了 不是human nature 另外一个 我在最后一句话来收尾 就是说 有一个原来已经退役的这个议员 叫叫Ron Paul 就是他是libertaire 他说什么呢 他说 他说当政府剥夺家长 对教育的控制权食 教育变成了灌树 是的 其实咱们谈论这么长时间 感觉到就是我们共和党的教育观 和我们华裔甚至亚裔是很相吻合的 是很相吻合的 再一个就是我们共和党的这种教育理念 也是更有利于我们华裔的孩子成长的 对 所以观众朋友 今天我们在教育方面先聊到这里 非常感谢三位嘉宾的到来 我们期待下一次进一步再探讨其他的话题 好 谢谢大家 感谢观众朋友